总坐高铁升等巨补票 怒狡猟列车长 年俊杰跨界合作苹果执行长 台南仿制业名人 沃茂中去年10月间买自由座搭高铁 要求黄庆列车长帮他桥到商务舱车位 因不买列车长要求他补票 传讯息向高铁指寄长郑光远抱怨 内容写道 光远兄弟还在10点12分台北往台南的列车上 这带列车刚进在嘉义 我对你们这一班的列车长 极端恶劣的态度表达严重的抗议 请您秉公处理谢谢 随后又连传两封简讯表达抗议 下车还当众路妈列车长 让列车长怒而提到 而近日开庭他还频频向检察官抱怨 又不是什么大事 就为了这点小事传我来开庭 如果刚刚那是小事 就让我们来看看别人的大事吧 美丽动人的小龙女陈妍希婚集确定了 将会在今年7月19日 与小她4岁的中国小生陈晓 与北京举办婚礼 空军讯消息已在两岸3D时尚圈悄悄传开 不但因为成年系的女神魅力 加上成小在中国也捕据知名度 而成年系一直以来都梦想拥有夏日婚礼 所以想拿口决定排除万难 北京办一场 台湾也办一场 真是恭喜老爷 贺喜夫人呀 看完女神 让我们来看男神 刚入围本届肌群甲最佳国语男歌手的林俊杰 今天在IGPO出玩音乐影片 身旁竟是苹果执心长库克 原来是iPhone手机APP Garageband的新版本 增加了中国风的乐器 邀请林俊杰到北京体验 林俊杰即兴演中新歌关键词 哭客听完大笑对他竖起大拇指 看来两个人的笑容肯定有不小的 机器 再来我们看看一则的食安问题 知名水产食品批发商 鱼洋国际 竟涉嫌长期篡改高单价海鲜食品的保存期限 不但卖给福华 国宾等五星级饭店 波及了不少海鲜餐厅 热炒店 不知道有多少过期市民被吃下肚了 新北地检署今天会从 新北市卫生局人员前往公司搜查 当场查扣了多批涉嫌串改标签的水产 文件及电脑手机 并带回市民被告 检方加一乍七 未造文书等罪名 追究业者新增 这次太恐怖了 让小记者先去海鲜店吃一顿饭 好好压压惊吧 再来看到一则交通以外 昨日高雄轻轨由软体园区站 驶向高雄展览馆站时 右侧一辆轿车突然左转 轻轨驾驶刹车不及发生碰撞 而轻轨车头右侧烤漆脱落 车车尾全毁 轻轨车主则表示 将会向赵氏驾驶求长 而赵氏的五十九岁 陈信宇驾驶事故后 正在一旁发抖 只是我没注意到 高借则表示 轻轨列车当时车速仅有25公里 看到轿车闯入时 紧急刹车人刹车不及 看来这一碗三宝半可不便宜啊 而接着网友神回 在三宝妹道歉完呛瞎的 这一则新闻中 网友全志荣表示 她是三宝妹的爸爸 在这里向大家道歉 一小时内就得到了 800多个赞 以及30多则留言 这样高级的反转技巧 让小记者不得不去追踪 这位网友呀